《道德经》第31章 本章节将承接着30章的基本思想 继续深化于阐述老子的反暴力与反战主张 他先是说道 辅加兵者不祥之气 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除 意思是 但凡是战争 兵者甚至于兵器本身都是不祥之物 是不会有人喜欢的 甚至是让人人都厌恶至极的 因此 有道之人是绝不会轻易用之的 接着老子便展开说道 君子居则贵左 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气 费君子之气 不得以而用之 甜胆为上 胜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以得之于天下义 这里的君子贵左 用兵贵右 说的是当时社会活动中 行走或所处方位上的礼节规范 而甜淡 指的是甜尽淡薄之意 因此 整句话的意思 既可以理解为 在日常礼仪中 君子以左为贵 用兵则以右为贵 所以啊 兵者乃不祥之气 绝非君子之所为 为之 也都是为了自我防御 保家为民 都是出于不得已的 既然是情非得已的 那就要淡然处之 切记不可以热衷于此 哪怕是胜利了 也不可得意忘形 否则就等同于贪恋杀戮 也就是喜欢杀人 倘若一旦如此 就必定失信于苍生 是不可能得之于天下的呀 在这段文字中 老子谈到了春秋时期 关于君子贵左 兵者贵右的礼节规范 然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左右关系呢 老子便直接解释道 吉是上左 胸是上右 在那个时代 古人以左为阳 以右为阴 同时意味着 阳生而阴沙 因此 左边被欲为了吉 代表着一切 欣欣向荣之气象 相反 右边则为凶 代表如丧考彼 哀痛欲绝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时的礼节制度中 以君子于左 兵者于右的原因 也就直观地反映出了 当时的集体文化意识中 对待战争的态度 然而 不仅如此 老子还补充道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也以丧礼处之 上将军与偏将军的关系 可以简单理解为 正负关系 因此 在定位上 上将军居右 则意味着 上将军的责任最大 他主导着一切生杀的权力 是悲情之象征 同时 这里的言 以丧礼处之 指的是 要把战争等同于丧礼来看待 也就意味着 这将是一场悲天悯人 痛心疾首的哀事啊 到了最后 老子深深地总结道 杀人之众 以哀悲弃之 战胜 以丧礼处之 意思是 战争死伤众多 血流成河 即便是不得已而战 为了正义而战 也要怀着那份 面对生灵涂炭的爱情 而绝非是仇恨 尽管最终是打了胜仗 也要以丧礼的一事 去祭奠战死的人们 乃至于为此所牺牲的 云云众生啊 事实上 通过老子 对这两章的详细阐述 我们是可以充分地感受到 他老人家对于暴力 战争 以至于死亡的深切哀叹啊 他始终不厌其烦的 以而再 再而三地告诫着我们 要时刻克制自己 要善待战争 要珍爱生命 等等的这一切 不仅是反映出 老子对于天道孕育 可贵生命之敬重 同时 这更是他对人道主义的 一次沉重的呼唤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